除了相關的法條 消防都更問題 也全部都浮出檯面了 宜蘭縣消防局近期是要針對六十五棟 老舊大樓 進行複合機查 還有搶救演練 另外在桃園中立 有一棟十一層樓的財神大樓 他的背景和高雄城中城社區相似 現在大樓內部有旅館 以及零星的住戶 儘管是有消防警報的設備 但是設備老舊是無力更新 就怕發生火警 來不及通知住戶 希望能夠推動市府都更案 大樓外頭殘破不堪 走進裡頭周圍環境 搂就髒亂 走廊堆放不少垃圾紙箱 這裡是桃園中立財神大樓 過去三風光一時 如今卻變成廢墟 堪稱是桃園版的神州城社區 一八月份的話都已經有召開 要成立都更大會 這棟十一層樓的財神大樓 五零四十二年 過去曾是中立火車站前最風光的商場 開幕初期曾有百貨電影院飯店 頂樓還有三百六十度的旋轉餐廳 後期因為經營不善沒落 如今二三樓是遊樂場 部分樓層改為旅館 舞廳餐廳 客群以東南亞籍移工為主 只有十樓是住宅 居民想要都更卻因為產權複雜無法整合 背景和高雄城中城社區 幾乎雷同 高雄城中城大樓的狀況心裡怎麼想 心裡當然是覺得害怕 清查了這個複合室的住宅混合型的大樓 那有四十棟 我們請消防局進行消防的這個安全檢查 基本大樓有消防警報設施 但設備老舊令人堪憂 高雄城中城社區失火 燒出毒根問題 不只桃園加緊關注 就連宜蘭縣消防局也針對全縣六十五棟 樓高十一層樓以上的老舊大樓 進行稽查與搶救演練 拉水線測試消防設備 消防人員仔細和居民宣導火災逃生方法 城中城大火奪走四十六條人命 各縣市加緊腳步稽查 避免汗室再次上演 華爾新聞報導